接着我们来介绍姓名漫谈的第二个部分 老师先从整个文章的架构 先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第一段就是文章的主题句 这个主题句就已经会说明 接下去的内容 它是讲些什么 所以在这个一开始就是讲说 姓名它是受到很多的因素影响 第一个是传统 那么家具你看这个部分 都是讲一些家族的一个传统 家具一定会讲到宗教 还有依照这个顺序 大自然文化还有fashion 那么作者就会按照这五个 一个类似名词来 一步一步的来分析 所以我们已经讲完了这个传统 接下去的文章一定会谈到宗教了 宗教谈完会谈到nature 自然然后文化 然后那些流行等等 一定是按照这个模式 这就是我们写作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大方向先讲好 然后一步一步的做细部的分析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应该是会谈到宗教 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子 for a long time 长久以来 什么 has also也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这个动词在写作上非常的重要 has play 这是现在完成式 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就是受词an important role 重要角色 那在什么方面 后面就是in 在南面 南面就是取名字 帮孩子们取名字 这一方面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还没有谈到是不是宗教 我们也不确定 我们继续看到 boy's name 男孩子的名字 sagius 举例的 比如说啦 John啦 Peter啦 John跟Peter 就是耶稣的那些十二个门徒的那些名字 门徒的名字 Thomas 汤姆斯 这些啊 are children children 就是这些名字被选择出来 是从哪里被选择出来的 所以有的人名字叫John Peter Thomas 这些名字都是从的bible bible就是什么 圣经 bible 好 圣经有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 不管怎样 这个都是 圣经里面人物的名字 所以没有错 第四个空格一定是宗教这个单子 我们看有没有 有 在这里religion 宗教 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好 我们继续看 那男生的名字就会John啦 Peter啦 Thomas啦 那女生的名字呢 就会sagius 比如说啦 会名字叫Face Passions And Sophie Sophie就是wisdom 智慧的意思 那么这些名字呢 就被选出来 好 选择来 为什么这些名字 女生的名字 这些face 什么叫face face是很忠实 很忠真的意思 patiens 是耐心的意思 Sophie就是wisdom 智慧的意思 那这些名字 那这些名字 都是被选出来 为什么这些名字 会被选出来 当作那些女生的名字呢 后面讲原因了 这是表原因的一个 副词指句 because是连接词 是因为 对 对就是指 这个名字 这三个名字呢 Symbolize Symbolize 是什么 象征着 Christian Christian 就是基督教的quality quality 是我们讲的特质 这边老师有补充 您做参考就可以了 好 哎呦 原来啊 忠实 耐心 智慧 这个都是代表着基督徒的 基督这个教的那种特质 好了 宗教的部分就是在这个地方 However 蓝儿 要转到另外一个主题去了 蓝儿 For people 对这些人而言 哪些人不清楚 马上就会加入一个关系指句 来做补充说明 好 到这边 到够点 他说 对这些人来说 什么人 who就是讲那些people who are not necessary religious not necessary 是未必不见得 不见得 religious religious就是有宗教信仰的 那些未必有宗教信仰的人 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可是呢 但是 a fond of 但是却a fond of 很喜欢 他们啊 未必有宗教信仰 可是呢 他们很喜欢 一方都是喜欢的意思 他们很喜欢大自然 你看 转到第三个主题来了 哈 nature 大自然大自然就出现了 大自然就出现了 这个是片语for people 片语后面加入了一个关系指句 做补充说明前面的people是讲谁 这些人没有宗教信仰 但是却很喜欢大自然 然后呢 后面主题出来了 那名字 好 名字 那么 这个主题在这边 是名字 那动词呢 那动词呢 你看 我们不知道这个要选什么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看下去 ok 啊 看到动词了 a often favored a often favored 就是经常会被喜爱 好 这些名字 什么名字 大概 第五个空格 就是要选出一个片语 来修饰前面这些名字 things of beauty things是东西 beauty是美 美的东西 哈 牵扯到美的那些东西的 那些名字 就会被喜欢 受到喜爱 好 这样讲 不清楚 后面一定会马上 举例说明 会讲得很清楚 你不会误会的 你放心 所以呢 有些人的名字是什么 花 什么花 啊 花什么 我们就讲菜切啊 你啊 啊 那个 这个菜切啊 就是市场上的名字 很多人都说什么花 什么花 这样子的 还有 plant names 植物的名字 like 比如说 什么 这个 heaser heaser 就是石南鼠的一个植物 在我们台湾 比较少用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少见到这种名 这种植物 这个呢 迷迭香 就很多人种植了 好 还有 Rosemary Rosemary 就是迷迭香 这是植物的名字 还有Iris Iris 是 鸢 为花 这个 我们也是 很少 看过这种花 因为我们不是 这个植物学家 所以对植物的名字 都不清楚 花的名字 都不会很了解 但不管怎样 好 这边举例 像这些 heaser Rosemary 还有Iris 这些植物的名字 都会很受喜爱的 所以第五个答案 要选的是 修饰前面的 那样名字 这个名字是什么 涉及到这些美的东西 A答案应该要选的是 第四 Involving Involving 就是牵涉到 涉及到 美的事物的 那些名字 好 就会 这个 受到喜爱 好 比如说花的名字 植物的名字 等等 好 这些名字呢 都怎样 都是属于 这个category category就是属于 这个类别 好 这些都植物 植物的名称 花的名称 都是属于 这个类别 那么属于这个类别 我们英文 这边 主词在这边 主词在这里 那么 接下来我们要选的是 动词 动词 这个是受词 那动词有哪一个 这个是 过去分词 不是 这是动词 这是动词 好 只有两个是动词 其他都已经选过了 答案就应该 选第二个 Full into Full into 就是掉入 好 就是放入 放进 这个类别里面 花的名字 还有植物的名字 所以现在已经讲了 前面已经讲过了 关于什么啊 传统 好 这个tradition 家居又讲宗教 家居又讲什么啊 讲nature 好 这个部分 我们暂时先讲到这边 家居会讲什么 你应该有点 谱了吧 好